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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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局這星期三會舉行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相信峰會籌備的工作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 不是吧?清正雙斑? 這麼寒酸? 大佬,有沒有蘇薇? 蘇薇有 今天我請,你做得很好看看 是的 錢不成問題 行,我幫你改蘇薇 防疫偵測更是量身訂造 零加三期間要做Test 如果陽性就可以坐專機走 這三天也可以在私人包廂和其他人吃飯 同比入一些要疫苗通行症的地方 普通人沒有的 只不過峰會的前夕竟然出現 先倒兩手 真的不好意思,今晚剛剛不關門 過來打掌 吃個刺再走 那就這樣吧 中了不要吃飯了 之前花旗銀行的風暴 他們行政總裁中了來不到 他說希望未來來到香港訪問 唉,這麼想來,但來不到,真是慘 到今天,黑石都說他們總裁剛巧都是中了肺炎 就連巴克萊都說行政總裁臨時有工作安排 取消亞洲之行 不會來香港峰會 亦都不會去新加坡 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嗎? 開得了,去了沙地阿拉伯傾生意的波波 為港犧牲弄中了肺炎制留利雅德 原本以為8號波來到香港 陳茂波都未回到香港 不過有好消息好消息 茂波快策陰性 安排日內啟程回香港 預計明天下午就到 相信可以親身出席金融峰會 茂波病了都不忘工作 錄定了條片在今日舉行的金融科技周 說向全世界宣告香港回來啦 有金融峰會同七攬舉行 香港重新開始正常活動恢復業務 歡迎外國人來的 但是金融峰會搞不搞到仍然充滿變數 因為熱帶氣旋離格迫近本港 三號峰球最少維持到明天的中午 天文台會視乎情況 看看會不會掛更高的峰球 原定明天在岸平搞的樂壇峰會都宣佈延期 那究竟星期三會順利開到金融峰會 還是變成金融峰會 那就要留意由天氣師李玉廷製作的天氣報告